三间发钞银行将会今年10月发行面值20元、50元和1000元的新钞票 将会加入新的防疫特征 其中50元的新钞票会由以往的紫色改为绿色 由洪一敏说 新发行的钞票是20、50和1000元三种 上一批的钞票都加入了新的防疫特征 钞票的银码是以反光有物印制 在不同角度看,银码可以看到金色或绿色不同的效果 而钞票的中间也印上荧光基督条码 在紫外光灯之下可以清楚看到 另外在钞票中间也印上反光洋子经的图案 反转背后也有一条开窗式的保安线 至于20元和1000元的颜色就维持不变 这次发行的新钞票除了加入新的防疫特征之外 50元新钞也会由过去的紫色变为绿色 我们不是特意选绿色和10元来制造混淆 我们希望不会引起混乱 因为10元虽然是绿色 但它的大小不同 其实颜色的绿色也是不同的 金管局说这三种面额的新钞票 将会在今年10月推出在市面流通 旧钞不会刻意回收 但相信大部分旧钞会在两年后备收 亚洲电视记者洪宇敏报导